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1087点 那这个位置也很重要 因为站上1084点 那是整个短波回测反弹 0.618的一个压力感 它比10084多了 2点到3点一个价差 至少都告诉我们说 这个波段回升波是有一个机会的 那昨天我们就告诉大家 只要今天的开盘点 只要是开盘式开高 这个盘式格局就有机会换手转折多 你要站在一个多方买讯了 那果然今天加全指数收盘 好 那就已经站上了这个短波段 盘中甚至于越过了昨天起跌 这根黑K的一个高点 那昨天预判转折多 我们也讲到另外一个看盘的重点 就是2330的台积电 我说这个盘如果只是杀台积电 那根本就没有问题 因为不论是在美股挂牌ADR 前一天台积电是创了整个波段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费人半导体也没有背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台积电顺势攀上 把昨天的大量黑K进行一个成功有效 它不是出货 从今天回来看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换手 那现在看起来 好 股市 股市的气温就像端午节之后 一过了端午你就可以发现到 这个全台湾的一个气温都开始温度明显的飙高 现在我认为这个团市格局就好好的选股 你应该有机会去挑到投信重压大马 即将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季底或月底作帐的一个标的 你好好地把资金集中在四个位置点 非常容易可以去复制这个三月中旬开始 你从我们这个投信法人做这个方向 短短就是这个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你可能就一口气可以抓个十二十三跟一个这样的一半 所以先把这个团市格局把它短波定掉 群市的多方既然没有改变 现在就好好的挑股票 甚至于不需要多 如果看对股票了 有时候只要一档股票 类似像2344的滑方链都是没有 今天几乎要公立涨停半 这刘老师从这个三月二十号开始跟大家介绍以来 我们的波段多段到今天为止 波段多段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出 从这个波段以来 就两个多月时间已经大涨了五成 你一千万元的资金集中进场布局 这就是五百万元一个获利的机会 所以关于整个团市格局来讲 我们一步一步把刘老师就给大家脉络讲清楚 来去验证我跟大家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多方趋势从头到尾没有改变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看不看得懂 你手上的股票趋势到底是多还是空 你把资金集中到这个主生乱趋势的主轴 我投资朋友短短这一天的时间 你只要买到任何一档短线股料 是告诉你 我等一下讲四档股票 这些股票只要你昨天肯 或是今天早上肯重压资金进场布局 你每一百万元资金 今天就已经限赚十万元 好不好 这样也开心的展开了我们第二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的一个交易跟造作 好 这是昨天5月31号 我昨天只告诉大家就是说 这379亿元是多方的机会 只要开高 这个盘式格局就有机会转折多 好 跌礼拜五早就跟你预告了 礼拜五早就跟你预告了 好 可是我说 这一次性的一个换手量不具参考性 它不是一个波段起跌的黑K 它是NACI的调整嘛 你顺势把昨天的379亿元进行一个 这个回补的动作 那甚至于昨天跌盘前的8点40分的 预挂的当通框 好 那甚至于周五就已经告诉你说 要开始修正短背离 好 那这个盘式格局 昨天是盘中最高最低 杀了快90点100点 好 廖老师有没有上个礼拜五跟大家预告 可是昨天杀下来廖老师告诉大家什么 没有波段空训 没有波段空训 好 小赚你就出场了 没有波段空训 震荡应该是回测 不论是台子摩台心态 平均布局转上成本局去测试它的心态 到底是波段多还波段空最好的机会 但是我直接告诉大家 既然出量了 量先驾行也是另外一波 行情即将展开的一个机会 这是五月三十一号四天零驾回来 加钱指数开高走低白点 一千两百二十五亿年隔的震荡时间点 然后是昨天跟大家预告 事实上我们昨天就直接补空翻多了 今天还在做一个短播的加码动作 因为开高确认了 所以同志朋友真的不会太过困难 我是希望大家任何一个开心的冬五节 或者是接下来是中秋节 你股票不需要多 尤其这一波的行情 我认为指数已经不会是重点了 你真的想要赚大钱一定是挑对股票 好好地去压这个作战股的一个方向 哪些股票有机会 类似像华邦店一样 好 法人索码缺货涨价涨不停 今天股价就喷出涨不停嘛 股价就喷出涨不停嘛 昨天起涨之前还跟大家预告 对不对 昨天跟你预告Computex概念股 特别开牌 请你提醒 华邦店要动了 好 要去蹦啊 好 好好的压慢 今天一天 你又可以额外多赚十万一个价差 好 这些股票的刘老师都是事先 先前就告诉大家 这个第一季季底的法人索码投心作战和主流股 好 不然 好 郁金光已经不是了 環球晶台神科也不是这一波的主流 但是原先 不是华邦店品安金豪科 这一批股票的刘老师事先 都已经在三月中旬左右都跟大家预告过了 好 所以今天台积电也直接換了 好 大盘也已经换手过了 好 大盘也已经换手过了 好 大盘也已经换手过了 都可以有自己的量价循环 好 但是至少八法 今天的凡事格局就要两点高 两点高你要怎么做 好 都是没有 来 我们今天是预挂八点四十分 第一笔预挂多单一零零二五满 几乎满在今天的最低点 对不对 十二点二十一分再加码 市价单一零零六 好 等到一点三十六分的时候 你再把当中多单除掉 主持朋友 两点高盘是不是多方盘 是不是当中多 好 这又很困难吗 没有 刘老师每天就用开盘八法 解释这个盘式格局 昨天也提前跟大家预告 这个盘式格局 重点是你看不看得懂 你有没有开盘八法 懂不懂得用预挂单 跟市价单 这种盘中的开盘八法交易系统 每天去掌握交易的机会 对不对 好 既然这个盘式格局 已经站上10121的0.618 就顺势就把所有多单就满回来了 事实上我在5月31号的一个解盘 我也跟大家预告了 这个盘式格局 只要开高 只要开高 就是做多了 那重点是买什么股票咧 我这两天是不是跟大家 花很多的时间 上个礼拜集中在地位阶的虹家军 这三四天是不是告诉你 主流就介绍Computex跟WWDC 好 投资朋友 股票都帮他挑出来了 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批股票的投资朋友 好 刘老师有全新的两档股票 好 这是今天刘老师告诉刘老师的会员朋友 我们真正每一波时间波转折 确认是多方空方的疑虑排除的 好的 要是指定就很明确 你额外拿出三成五成的资金 我额外挑两三档 那这次设定就是两档 好了 你就把这个资金 我们集中在一个短线的强势主流股 即将会引领大盘创波乱新高的股票 好 来 投资朋友 这两档红家军的股票包含 农创我们是在5月24号 就已经快跟大家预告了 已经喷出第二根涨平板了 创波乱新高 对不对 华邦店讲了两个月了 对不对 好 投资朋友 如果你就每一次 时间波到了 该卖的时候都要卖 才不会真的类似像昨天的买点 类似像9622的买点 你根本就不敢买 因为前一波的转折高一点 你都没卖嘛 好 所以六月份你要怎么样赚钱 今年下半年你要怎么样赚钱 好 以农历的节系来讲 冬午节过了等于就开始 类似像下半年一个多方六循环机 这个整个操作循环即将展开 好 投资朋友 你只错过了5个月这15根涨停 好 这其实这15根涨停 是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累积的 那以及这起波的部分2140点 好 没有加上每一波都短波空 郭老师有的时候为了 觉得计算很麻烦 这绝对都是最低估 好 我所有的交易 全部都公开事业跟大家预告 好 可是投资朋友 我们的168三合一整年 好 刘老师除了 今天很破例 好 原先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1点钟时间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所以我最后三个名额 但是由于整个尾盘收盘 整个转折 以及接下来主生的股票 重点是这里有股票啦 那我在上个礼拜也跟大家预告 好 假设刘老师帮他跳出来自己当股票 真的你都还没有跟上来 那刘老师认为 你今年要真的掌握一波赚大钱的机会 好 这个结构都还在所谓的 大组身段的结构格局里面 大组身段结构格局里面 该赚钱的时候要勇敢抓主流 抓两三张主流 你就要资金就要集中资金进场布局了 好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 不论是今天农创的喷出第二根掌停板 滑邦店差一点点以后喷出掌停板 创不断新高 累积五成的获利了 其他两张股票 第一档 好 如果你已经错过农创了 这一档有机会成为夜城第二 加倍奉还 底部区起涨 类似三千点第一期期起涨 全新的一档王家军 好 你动作要快了喔 开始加快了喔 好 来 法人开始提前索码了喔 五月下旬就开始提前索码了喔 短期的底部区的形态刚刚完成 这一波震荡回档的0.618今天也刚刚站上 好 再错过这一档 刘老师说 你除了错过这两三根起涨的涨 成本会差很多啦 好 所以 刘老师认为服务费用真的不是问题 重点是底部区起涨 它是像滑邦店底部区起涨 你可以确认它主身段要开始keyboard 开始喷出的时间点 这两天的时间你就把它压到满打 拉高赚了38% 获利了结二三笔 回来 倒数两天的时间点再把它买回来 或者今天早上再做一个关键性的加码 好 先短线操作赚二三笔 那你剩下的第一笔就可以移成波段谷 好 等它价差值稳重新在第二三笔买回来 像今天早盘我们一咖盘就加码 尾盘你又重新... 所以刘老师说波段谷就从这些短线上面的主流谷做出发 我们是不断的去贯彻在那个操作逻辑嘛 好 所以你错过了融创的 好 那这一档同样是宏家军底部区起涨 我认为 我也希望你可以把类似上 特别上面讲的滑邦店融创都是刘老师资产管理会员 我们集中资金 集中资金 非常集中资金的重要大马股票 这两档股票今天都创不断新高 你听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那这档股票 你不要错过了 动作要快了 希望你不要错过现在被封还的一个机会 好 那另外一档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滑邦店了 这档股票你真的也不要再错过了 我刚讲的这四档股票 你只要是找盘的时间点 你都能够集中资金再去做一个加码布局 我当然就是40万元的获利机会 你听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这档股票 价位不会太高 我把它取名叫滑邦店第二 开始加速尾盘拆链工涨停的 我们是买再加码 你这样几乎是等于百万一天的时间 就大胆十万了 那你动作要快了 全新一档短线股 滑邦店第二 是不是相对转折第一机器 整理了一个月了 然后打出一个WD型 今天才带量突破的低跟涨龄 突破下降应该力量 这也是刘老师昨天跟大家预告 Computex概念股 记忆体搭载升级 全新一档去后涨价 涨不停的这档股票 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更重要的是它也是联发科的供应链 今天低档区的成型转折 才确认突破的第一天 我们今天盘中的时间都还是在加码 都还是在加码 好 所以全新的这一批股票千万不要再错过 那刘老师跟大家报告一个重点 我希望用这两三档的股票 好 我在冬午节之前年假 我就说我规划是两个时间转折两批股票 但是前面的这一批起涨股票 它的实力跟底部区起涨的位阶 两个转折你帮一起掌握到 这两三根的涨停板 三五根的涨停板 就是百万元去赚五十万元 你获利的机会 你务必跟上来 好 那所以刘老师说 这三合一 我们真的是很破利很破利 原先都已经在今日结案了 其实很破利很破利的 好 最后再开放十个名额 重点是有股票 十名的索马名额 我现在就在车上车 务必你直接跟我的服务人员搭上线 务必上车 好吧 好 谢谢我们之后再回来 好 谢谢我们之后再回来 您创付的最佳伙伴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股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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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中文字幕为宿敬 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刘老师在跟大家报告到 台阳融创这一批股票的时间 其实刘老师在5月9号的时间 就跟大家预告 我知道大家担心万点 担心万点 担心平干股的表现 可是呢 我们台湾有多少企业家 可以二度进出白宫 身价现在高涨 接下来又是股东会的旺季 这一批股票 一批一批都轮动 你就要好好地去掌握 当初为什么下股在87元的时候 廖老师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列为指标股的 包含群创 包含乙胜 包含金顶跟业长 你每100万资金 都已经额外 可以去赚一百万元价差 有维科到现在为止 行情动画没有结束 这是三倍的涨势了 廖老师在12、13块钱 跟大家介绍的 夜城已经快要去冲300了 那金顶是不是有机会提前看到200元 我说这些长期成长趋势不变的话 廖老师说夏普的窥转贏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Apple大抵完成 那鸿海跟Apple跟夏普 那廖老师说 那你要怎么样去看夏普的机会呢 到底夏普有没有机会重新 就是座驾的机会 所以这鸿海家族你要去做一个密集的布局勒 那我想大家已经开始闻到一点点风声 好 最近夏普要恢复配发鼓励哦 第二点是什么 我怎么样我都想办法去掌握到 重新回东正一步挂牌 挂牌之后还会有行情嘛 好 那夏普跟苹果的主身段都没有结束 那鸿海要涨到哪里 好 200元对于鸿海这么大股票 它绝对是一个一种期许 那可能你要长期的配股配息 才有办法 类似像200元这样投暴率 是有一些股票会冲第一嘛 那廖老师不是举给大家几个波段性 你可以思考的方向 包含群创 好 预估还原本益比才5.5倍 那也特别跟大家报告 有一刻跟龙创 我都全部事先公开讲 这个是在5月8号时间点跟大家预告的 好 今天龙创 再创整个波段新高 同志朋友 不论是今天 或是从5月24号开始跟你预告 好 你肯集中资金金融压大满 好 你百万一天又多赚了10万块钱 是不是3000点滴机器的宫家军小金机 30.5就跟他介绍了 对不对 好 告诉你说全新凤凰原本是盖牌 开心跟着创整创整端午节红包 好 既然他一个前波高33.5 如果越过了就会确认主针断 24号没过高哦 25号喷出了 好 那告诉你说主针断确认了 今天为什么喷到37块钱了 为什么我们集中资金去做一个中央大满布局的动作 你股票有需要很多吗 不要是讲的那前面的12 13跟涨停板 我全部都是前一 一定都是前一两天四千公开跟你预告 我们才在设标上面计算哦 对不对 好 重点是方法 好 昨天我们也特别跟大家讲到这个 联发科WWDC这个IoT或者是说Computex干净股 今天联发科亮说 适当正当整理回撤是绝对是合理的 毕竟也累积一个短波涨幅 但是亮说回撤我们说突破形态的 这都还是买点 对不对 更何况他除了本身是Computex干净股 接下来他还是WWDC 明天亮智在跟他讲这个故事 为什么联发科跟苹果扯上关系 但是咧 找出没有 所以刘老师昨天是花了时间跟大家预告 记忆体搭载的升级 你会不会在今天再加码第三笔多单 会盘 差一盘喷出涨停板 是不是只要法人所码缺货、涨价、涨不停 好 亮师从13块钱以下跟大家报告的哦 5月15号告诉你说这个底部成型 甚至于昨天还告诉你说全年已经300块钱了 那你接下来要开始去找华邦店 有点旺宏今天涨停板的机会哦 点旺宏也喷出涨停了 梁老师昨天视线跟他跟他预告 那你错过华邦店的这一张股票 你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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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再错过了 好不好 梁老师都视线跟他预告的 那尤其这一批的体财还会横贯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那所以昨天梁老师告诉大家哦 Computex这次抓出了五大主轴 每一个主轴都联系了一两批的股票 那谁是这种多同体财可以去集中布局的股票 所以梁老师告诉大家不论是南亚科 群联 旺宏 华邦店 就是昨天特别跟他预告这一批股票都有机会 成为盘事格局的主流股 群联这个波乱涨是已经涨了一百多块钱了 旺宏喷出涨停了 华邦店今天也喷出涨停吧 还有谁 好的 这边哦 这一档华邦店第一个梁老师的私房菜 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 那因为行情来的 好 那重新回到多方转折的时间波了 重新回到主持人的时间波了 该全力一偏压股票的时候 就该买 该卖的转折 刘老师全部都实行跟大家预告了 好 唯一可以带你安然上车 安然下车的就是我们 好 所以 好 如果已经错过了五月大礼了 今天都已经是六月一号了哦 所以刘老师破例的再开放这十个名额 你千万千万就不要再错过了好不好 掌握这一百五十万元的获利机会 最后十个名额务必上车 预祝大家读之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空双向灵活布局 灵创富的最佳伙伴 灵儿278 3777 278 3777 亚洲投雇 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雇 亚洲投雇 真心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 2578 3777 2578 3777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胜君 亚洲投雇 亚洲投雇 中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雇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雇 亚洲投雇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02 2578 3777 2578 3777 少年是新口怕病 未就出来的人 如果我故事是收起来 就大汗了 我这刚才发现 咱已经老了 嘿嘿